请报告出席人数 报告联席会 出席委员24人与主法定人数 好 我们现在开会 进行报告事项 来 进行讨论事项 请宣读 讨论事项一 审查行政院行请审议农业保险法草案案 二 审查本院委员 中嘉宾等19人 拟据农业保险法草案案 三 审查本院委员 陈廷飞等20人 拟据农业保险法草案案 四 审查本院委员 曾明宗等21人 拟据农业保险法草案案 五 审查本院委员 赖慧珍等18人 拟据农业保险法草案案 赖慧原 六 审查本院委员 杨琼英等20人 拟据农业保险法草案案 宣读完毕 好 我们首先请提案委员 说明提案要指 首先请中嘉宾委员 中嘉宾委员 中嘉宾委员不在 请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委员不在 我们请曾明宗委员 谢谢主席 报告文会 有关农业保险法的部分 今天进行相关审查 我有三点提案说明 第一点是 我的提案早在上一届 在107年9月间就曾经提出过一次 那这一次是3月12号提出这个草案 那第一点说明是立法的缘由 过去各位很清楚 同仁很清楚 其实过去十年来 每一年平均的农业审输高达123亿 那真正现金补贴的部分就占25% 所以农民基本上是看天吃饭 对农民极度真的不公平 所以期待引进现金国家 包括韩国日本美国的相关保险制度 所以这个是立法的缘由 第二部分 立法的重点的部分 我的草案里边包括五项 第一项农业保险的范围扩大 涵盖疾病从来 不以天然障碍为限 第二项保险机构双轨制 农业保险的保险办理 除了保险公司外 农仪会也可以担任 使农民可以就近投保 第三项建立完整的危险分散机制 也赞同行政院的版本 成立农业保险基金负责执行 并应用共保及 再保险的机制 分散风险 第四项是增加农民投保的意愿 现行行政院的版本是 假设是强制投保 保会的补助没有上限 但是会强制投保的部分 行政院的版本 只有最高是补助五成 本席的版本是希望提高到六成 能够增加农民投保的意愿 第五项是希望能够快速勘灾 快速添补损失 也赞同行政的版本 能够及时现场勘灾 保险机构就已经审定了损失 能够先行理赔 能够让农民早一点拿到现金 这一点是立法的效益 各位跟各位报告 因为如同农民会的统地资料 过去二十年来 每年的损失高达一百二十三亿 但是现金补助 能够确保农民权利只有两成五 所以期待引进国外的现金制度 也就是保险机制度 让这个划时代的一个保险 农民保险 能够也希望等一下在审查的时候 也拜托所有委员一起来支持 让这个制度尽快上路 确保农民的权益 以让农业更为永续经营 谢谢 谢谢 针对着农业保险法的草案提案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今年来就是我们的气候极端的一个变化 在15年 每年平均农业的一个损失超过123亿 而现在的现金的一个救助金 金额平均只有每年的补助只有31亿 等于是农民在遇到天然灾害的损失的时候 必须要自行负担75%的灾害的一个损失 这个也让我们位移 这个整个台湾本岛的农民苦不堪言 为了协助农民分散风险 近来农委会推动的农业保险的一个事半 成效其实在我的台南 逐年的也在提升 我看的资料在全国也逐年的在提升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危险分散的一个机制 扩大农业保险的一个成效 所以本期在这里提出一个农业保险法案 那希望就是说可以更完备的 让农业保险的法案有更好的一个依据 本期的版本其实除了扩大保险的保障范围 推动设立财团化的一个法人 农业保险基金以外 我最大的重点就是在提高 保汇的补助的一个比例 保汇的一个补助的比例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经营农业的风险非常的高 其实农业的风险也高于其他的一个行业 造成农民普遍的一个投保的意愿也不高 那我们为了减轻农民的一个负担 增加农民购买保险的一个意愿 所以整体提升了我们农业保险的一个覆盖力 所以我希望就是农业保险法在施行后的五年内 主管机关对于保汇的补助是以百分之六十为原则 那我们也希望说兼顾到政府的财政的支出会过大 所以希望就是说在实施后的第六年开始以百分之五十为一个原则 那我希望就是说在每一年我们的农委会可以就是邀请那个专家协者审查 并且检讨就是补助的一个会例 那当然这个在在都是希望提升农民对 补助我们的农民保险的一个信心 其实每一次就是说在这个农业损失的一个会看里头 我非常谢谢我们的主委 他讲了一句话 其实给我们的农民很感动 其实农民的在一个施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非常的勤奋 可是在所有所有的一个努力当中 比不过一个天哪要给我们收 真的是没法度 所以主委每一次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里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痛 有时候看到很多农民在这个天然灾害 这个来时以后 在那个花头 在那个蚕头顶 还是在这个渔温旁边 真的是坐在口 这个都让我们真的是 真的情何以堪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来支持本习的一个草案的一个提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赖会员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杨琼英委员 做提案说明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谢谢 谢谢主席 梁琼音等20人凝聚农业保险法 敬请本院所有的委员大力支持 农业保险法我们看到农业经营会经常受到天然气 我们自然天成的一个气候影响 尤其重大的天灾往往会造成农 林 鱼 木叶等相继的严重损失 依据农业统计资料显示 台湾地区近20年来平均每年我们有120余亿的农业天然损失 鉴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日益严重 为了要确保粮食供需及协助农 林 鱼 木叶者分散农业的经营风险 并使政府相关援助支出及农民收益趋于稳定 行政院农委会已陆续推出农业保险的事半品项 累积了办理的经验 作为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一个基础 为了使农业保险相关的措施有完善的法源依据 原有订定专法的一个必要 那另外我们根据了美国 日本 韩国等国家 发展农业保险法的经验显示 各国政府为了推动农业保险法的制度 所采取的措施 包括了补助辅助农民保险费 建立危险风扇机制 提供保险人租税的优惠 协助看损等 那么经查各国的做法 并考量我国农业实际的一个情境 我们回顾在1991年开始 那么政府开始有天然的灾害补助 在农业方面 2015年开始事办各项的品项 所以希望今天能够经过 院会我们所有的经济委员会 所有的委员大家的支持 能够迅速通过 让我们的农民得到一个 基本的一个保障 好 谢谢杨琼英委员 现在我们请钟嘉宾委员 进行提案说明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 会场工作伙伴 记者名利女先生 今天本席提出了农业保险法 修正条文草案内容 那我简单的用途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农业保险 那么过去我们农民的投资报酬 其实不是操之在己 大概一半是由老天爷决定 老天爷决定了你农作物的收成的数量 是欠收还是丰收 甚至风灾等灾损 也决定了品质的好坏 同时呢 在这种情况 是由买家来决定 如果是丰收品质又好 但是数量太多的时候 价格也会让你 这个不敷你的成本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农回的做法 过去农回的做法 只有灾害救助保险 比如说孙思达20%才启动 它的目的是协助复耕 所以赔偿的金额是有限 而且它补偿的目的是要让你有办法进行下一期的耕作 这是过去的天然灾救助办法所提供的 但它没有办法针对什么 针对丰收丰产所造成的市场价格崩盘 农民在这个时候血本无归 没办法得到保障 当然农委会透过很多的机制 比如说透过产销的调节 使用耕作面积的控制 种苗的控制 希望农民不要抢种 不要种超过市场需求 但是有时候这个不时 我们农委会单方面可以透过行政控制的 所以我们目前农委会跟我们本期都提出了农业保险 那保险的目的是怎样呢 是有保才有赔 那它目的是根据你投票的标的来补足你的损失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是农业保险 它用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希望农民本身针对风险高 它的作物来进行投保 那么因为呢 它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赔偿 所以它的意愿也比较高 那同时呢 有鉴于农民的灾害承受力较低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推动的初期 政府能够大量的给予补助保费 我们往下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农委会推动的各项保险 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报告当中 有从业人员高龄化是我们农业的困境 因此要如何照顾从业人员 过去呢 我们有农民健康保险 那农民健康保险其实保的很少 大部分的健康保险吸收 它大概只有 那个身脏 还有 顽固津贴 以及呢生育补助 所以我们去年呢 前年又多了一个农民职业在保险 未来呢 农委会要推动年金保险 这三种保险 都是对从业人员的人生保险 那目前已经在做了 未来还要进行年金保险 但是农产品因为不是亦受 不亦保存 亦受天候影响 所以呢除了用控制产销 来避免这个风险之外 我们农委会跟本席这边 我们的很多委员都提出的 就是作物保险 像现在已经在示范当中呢 包括香蕉 包括联屋 也有价格险 也有收成险 大概呢 用这两种方式来保障 避免农民血本无归 但是本席在这里提出 单单这个农业保险 还不够 因为其实现在的叫做作物险 作物保险 其实是一个产物保险的概念 但是我们看到农民 还有其他风险 农民目前他的机具 设备也要投入资金 但是过去都是农民自行去贷款 或者政府补助 但是在政府的补助 或政府的贷款的情况之下 农民还是要自己去承受资金的风险 所以过去本席不断的提出 就是要政府来提供资金 以租代购的方式 来进行生产的保险 比如说农机以租代购 无人质保机 整个帮全体的无人质保机 做产业保险 那这样的产业保险概念下 我们看到最后呢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产业凶况 我们的作物保险 农产品不亦保存 一受天后的影响 我们的政策工具 除了控制产销的风险之外 我们的产业政策 是由农会进行产销控制 政策工具 我们提出了作业保险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增加 作物的品项 最后本期在这边提出 农业保险 现在的农业保险 还是一种产物保险 希望未来农会进一步的 在本个法条通过之后呢 我们进一步去构思 整个产业需要的产业保险 以上说明 谢谢 好 谢谢中嘉宾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农委会 陈主委 陈吉仲主委 报告 主席 邱朝伟 还有各位 还有跟媒体记者朋友 以及我们跨部会的所有同仁 那农委会 非常高兴 今天来报告整个农业保险法的 这一个整个草案 那因为文字已经 档案有给各位 我就直接用简报来做说明 那我们下一页 其实我要首先会很感谢 我们主席 邱朝伟 代表农民 感谢你安排 今天的这一个农业保险法的 这一个审议 那第二个 其实在四年前 这一文总统的 新农业政策里面 其实就是有要建立这四个保险 那今年刚好是 总统的连任第二任 那我们当然很乐意 让这个四个保险上路 但是其实 重点不是总统的 520的连任 而是重点是各位看 那个我们现在 在推的四个保险 在32年前 1988年的时候 因为有520的农民运动 隔年1989 才开始创办了 所谓的农民健康保险 这个是农民自己辛苦 走上街头 才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 获得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保障 那 曾几何时 32年前 到现在 其他三个保 完全的都没有 所谓的任何进展 但是非常感谢 我们大院在 前年的时候 通过了农民职业 障碍保险 农民职业障碍保险 跟农业保险 还有农民退休制度 为什么这三个保 重要 这三个保做了 才能让农业 真正成为一个 所谓的有职业的产业 或者 所有的外界都认为 农业就不是一个 所谓的专业的生产的 一个产业 我想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因为每个职业 都有职业障碍保险 每个职业都有职业的 退休制度 为什么农民没有 农业没有 那 前年开办的这个 农民职业障碍保险之后 我想现在有将近 25万人 其实里面有将近 3000人的农民 因为生产受伤害 而领取到相关的 四种不同的给互 这个部分是因为 农民的生产 风险本来就是高过 辉農业部门的 风险四倍 那在前年14到现在 有将近25万 加保率22.9% 这个将来会 隐含到 如果这个会期 农业保险法通过以后 我们认为 未来的农业保险 以现在的四半的 覆盖率不到10% 应该会很快到20% 那这第二点说明 第三个 今天就是农业保险 我们还有一个 农业退休制度 农民的退休 储金制度 也已经送到大院 我们也希望可以 赶快来完成 至于农民健康保险的 这个部分里面 虽然已经实施了32年 可是里面还是充满了 许多的挑战 包括实际从农 无法获得 参与农业保险 那农委会 在 两三年前就已经修改 相关的所谓的 榜地 这样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人地脱钩 只要是实际从农者 都可以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所以包括 养风的农民 可以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河川地 全国有三万多公顷 供应全国的蔬菜水果的 那他们也可以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我们甚至已经在 眼里 因为短期退役的退伍军人 未来也可以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让实际的从农 都可以享受到农民健康保险 那未来农委会 会在这个部分里面 把这四个保险 完全的建立 或许在这个建立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觉得很容易 其实非常困难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包括财政部 包括经管委保险局 包括国华会 包括主席总处 这些单位 在过去的农业保险法讨论里面 我们虽然充满了许多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挑战 那我们都一一刻五 可以送到大院来 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 跨部会同仁的帮忙 下一页 我想程度刚刚很多提案的委员 都说明说 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灾损 跟农民拿到的现金 灾害救助的比例 按照我们的统计数字 大概就是两成三成 再次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这是过去15年的平均 有123亿的损失农民 大概平均 透过我们现金灾害救助 只拿到31亿 其实如果把它区分成 几个重要的门槛 我讲的门槛就是年限 这是一个气候条件改变的年限 在2000年之前 其实我们平均的农业的 灾损大概50亿 那2000年到2010年 可能平均是100亿 2010之后 平均是150亿 我跟各位报告 未来的气候变迁 在2040 IPCC已经有确定确定 在确定 全球的平均温度 至少会在上升1.5度C 未来的各种极端气候事件会再提升 所以农业部门 未来的灾损 每年的平均金额 只会往上再提高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 避免农民所有这些 看天吃饭的风险分摊工具 农民会面临很大的一个 意味灾害而损失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不贵咎于农民 所以政府的责任 就是要把这一个所谓的 会生产跟市场以外的风险机制 应该要把它解决 那我想农民退休 农业保险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制度 那下一页 那这个是整个立法的进程 我想这个草案 绝对不是平均无故出来 而是在这中间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跨部位 跟不同的团体一起参与 那这个给各位参考 接下来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目前示范的农业保险的进度 我们总共有20个农产品 开办了27个品项 里面的所谓的保险 我想品项就给各位参考 里面的这一个保险的保单 里面的开放品项 我们从所谓的结合 我们时之时损的这样的一个保单 我们还有所谓的收入性的保险 这是属于政策性的 我们有属于灾害连接型的 我们有属于所谓的气候指数型的保险 比如说我们在高雄 屏东有开办水产的保险 就48小时里面 连续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就理赔 这个理赔的速度之快 所以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 我到尾会特别说明农业保险 不是只有单纯对农民的收入稳定 提供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之外 农业保险会让整个农业部门的统计数字 更精准 农业保险的实施会让所有的农民的理赔 获得速度更快 各位如果去看过去二三十年来 所谓的每次天然现金灾害救助 到农民所获得的这样的一个现金的理赔 其实都拖很久 农业保险未来可能会加快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来办理 举例来讲 我们去年的这样的一个 指数型的水产的这一个降雨量保险 当一降完雨 累积超过这一个程度的时候 隔一个礼拜 农民就拿到相关的保额的补助 这个会对农民的一个 所谓的互跟互养 会更有直接的效率 所以其实农业保险背后 还有这些的一个含义 要下一页 所以目前来讲 按照过去三年多四年的 这个事半的结果 我们有将近三万六千多个农民 来参加农业保险 投保的面积将近六万公顷 投保的金额将近八十四亿 我在这里要特别跟所有的委员报告 农委会的所有的政策 其实大部分都是拿 所谓的补助给农民 很少是要农民自偷药包的 农业保险就是农民要自己 偷药包来付相关的保费 当农业的政策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时候 农民也开始扩大参与 其实农业就在往前走 因为我们要让农民知道 不是每一个政策都是农委会来补助 当他自己愿意付出这样的保费 而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投保 那将来风险分摊他更乐意来执行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有三万六千多件代表 有三万六千多个农民来参与 而且也跟各位报告 三万六千多个农民里面 大部分都是专业农 所以未来农业保险要实施的对象 绝对是以专业农为主 为什么 因为专业农的所得 全部都依赖农业的生产 建业农的部分可能有七成以上 是在支援农业部门 所以我们优先要确保的 当然是专业农的所得 所以未来如果在法案通过以后 或许我们农委会可以制定 更有弹性的保费的补助 尤其是专业农的部分 这个会更助于未来的整个 农业结构的调整 那我想在这个示范的过程里面 也给各位参考 那接下来是一个理培的情形 我想这个理培的件数 总计已经有超过四千五百多件 理培的金额 那也给各位参考 当然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把理培的金额 跟投保的费用一起放进来看理培率 在这里跟各位特别报告 尤其是跨部会 有些单位担心说 这样的一个理培的理培率 超过百分之一百或百分之一百二十 其实就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是没有啊 我的白话文就是保险公司某种程度 在这个事办的过程里面 他们没有亏损啊 那这个当然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两三年风调雨顺啊 如果用105年2016的话 那我想我们那个理培率 就会远超过百分之一百 甚至百分之一百五十 所以这时候呈现的 就是农业保险法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基金 可以在到债保市场里面去操作 让同时不止农民 包括保险人 也就是我们的保险公司 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分摊 我想这个是在农业保险法里面 非常重要的这个精神 那下一页 那 今天审法案 对不起 因为 我要把法案的精神 因为刚刚有跟委员重复的 我不会讲 接下来就是把农业保险法里面的内容 跟消息要特别说明 农业保险法不能所谓的自己去思考 而是我们有参考了许多国家的 这一个 目前他们实施的这个制度面 我们把它去运程 比如在政策面 财务面跟技术面 政策面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为你有立法依据 所有的我们才有 公务人员才有办法编预算 才有相关的单位去执行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将来会有一个专责单位来处理 这样的一个农业保险的这个事务 那也彰显 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决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保险公司说 你没有立法 那他怎么敢投入呢 所以这个是在政策面的部分 在财务面的话 其实如果各位去看 所有的农业保险 每一个国家里面的农业保险 都有政府的补助 而且补助的这一个 所谓的保费 甚至有高达三分之二不等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在保险法里面呢 有特别来名列 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保险人的 这样的一个税负的优待 这个不是只有台湾的条例 有每个国家 几乎都有这一个部分 更重要的是技术面的部分呢 如同我刚刚讲的 我们还需要到国际的 再保市场去 所以我们需要在条文里面 也规范这个部分 更重要如同我刚刚讲的 透过保险 才能让农业的所有的生产资讯 更具有所谓的科学化 这个会是因为实施了农业保险以后 所额外得到的这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最后就是我们所有的 勘灾礼牌 都有专业人员的训练 我想这是 它的一个保险法里面的 重要的分层财务面 政策面跟技术面的部分 那下一页呢 我要特别讲一下是 参考美日韩跟加拿大呢 美国加拿大基本上 他们都有自己的相关的行政单位 在实行农业保险 但我们目前不用 因为我们就是由农业 我们的农金局来执行 第二个 政府都有提供 再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设立基金的部分呢 韩国日本跟加拿都有 那美国没有 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 所谓的联邦作物的 保险公司在里面 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草案里面 我们需要有设立一个 专者的基金呢 来处理 那接下来下一页 所以我很快地报告 整个法案的重点 从最前面的扩大农业 保险范围 如同很多提案的委员 所讲到的 它不是只限定在 农业的灾害上面 包括所谓的 病虫害 疫病 这些的风险 也在这里面 这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 我们的保险人士 採酸轨制度 也就是说 我们让保险公司 跟农与会 都可以同并变保险人 这里面背后隐含的是 未来的农业保险 会有两种样态 有一种是市场机制的 运作的 我们就保险公司来参与 第二个是属于政策面的 政策型保险的 我们可以由农与会来处理 像我们最近 到明天截止的 所有的香蕉的收入保险 有三十几个乡镇 那个就是属于 所谓的政策性的保险 那我在这里要呼吁 所有的香蕉农 你一定要赶快来买 每一公顷 六十万的收入的保障 你平均而言 保费只有两万块 其中有一半是 农委会这边来出 你用一万块换取 六十万的保障 这个就是政策性的保险 我们就是由农与会来执行 第三个 我们有建立这样的一个 风扇的风险机制 把台湾的这样的风险 再分散到国际的债保市场 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基金的设置 就是这个原因 接下来就是整个救助制度的调整 里面呢 我想我们有针对各种的 这个标的投保的金额 保费的补助呢 都会来做相关的调整 提高农民的投保诱因 我想非常感谢很多县市政府 也有做保费的补助 那我们这边呢 有订定了50%为上限的 这个相关规定 但是要不要把上限改成原则 或者是相关的比例 我们尊重大院的这个决定 那最后呢 我们会鼓励保险公司投入呢 所以有相关税户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计算过相关的税户的减免 不会造成财政的这个负担 我想把法案重点这样说明 会更有助于待会儿的讨论 下一页 那总共有8张30条 我想就不在这里说明 下一页 接下来就是这个基金呢 设立以后呢 它其实 呼吁很多的这个工作 从所谓的整个 我刚刚讲的到 在保市场的去 一个做危险的分散的机制 到整个资料库的这个建立 还有更重要的是 整个勘災的人员的专业的培训 以及整个商品研发 都需要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就为什么 强调设立基金 下一页 最后呢 我们整个立法的效益 其实 第一个 它会让整个 运作起来会更有效率 因为透过专责的这个机构 更重要的是 它让农委会的每块钱 会 因为这样的支出投入呢 创造的效益会更高 大家刚可能没有考虑到 是123亿的损失 农民拿到31的现金再救助 31只只是一块换一块 我们有算过 如果今天农业保险实施了 农委会的补助的这个 保费所投入的金额 假设31的现金再救助 转成31亿元的 所谓的保费补助 让农民都来投保 它创造的效益 绝对超过6块钱以上 这个远比现在的天然性再救 更有帮助 那我想这是第一点 整个立法的这个效益 第二个它当然是保障 所有的农业生产的风险 那可以避免所有的农民的看天吃饭 最后当然就是同时 让农民可以提高整个风险的管理 最后它可以让整个农业部门的数据 更具有科学化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过去的每一个所谓的天然现金灾害救助里面 在不同地方政府不同乡镇公所所采取的标准跟任地都不一样 未来农业保险 透过保险公司的执行的时候 绝对是一个非常具有一个科学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最后结语 我们当然希望说把整个农保 四个保险 农民健康保险 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农业保险跟农民退休制度 可以完整的来实施 这个也是对农民最大的保障 也是对一个农业 从事专业生产 最大的肯定 那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 把农业保险 可以来出我们的委员会 让农业保险 可以通过尽快实施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 陈吉仲主委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寻答 委员咨询前 原力做以下几点的宣告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 本联席会委员 四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 非本联席会委员四分钟 我们会在今天早上的十点整 截止发言登记 四加二 六加二啦 拜託 我们今天要宣读提案 就要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今天还要进行主条 我们请第一位林德福委员发言 我会让你说到六加二啦 好不 我尽叫你但是 我们那个都会换新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主席 请陈主委 来请陈主委 另外还有护税署的副署长 这个五副署长吧 主委我请 对行政院版本 农业保险法的草案 那本席对第三条名词的定义 请问农委会 何谓其他事故 在行政院版的这个立法说明 指的是疫病和虫害等 那本席啊 建议农委会可以参照灾害防救法 这个与其十四系的第二条有关的 动植物疫灾的定义内容 因为这个定义内容里面 动植物的疫灾啊 这个 只因动物传染病 或植物疫病虫害之发生 蔓延造成灾害者 那本席认为 将这个其他事故 一词啊 调整为动植物的灾疫 似乎比较妥当 那个主委您的看法呢 委员的建议 您讲的完全没错 我们要把所谓的其他事故做更清楚 不啦 我们应该是想说 这次的农业保险里面 天然灾害一定是在里面是没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说像 你刚刚讲的病虫害 去年的秋行军虫 跟今年甚至有可能所谓的沙漠蝗虫 会不会侵袭到台湾来 那还有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的栗芝春象等 所以说你把它涵盖在动植物的灾疫 那个疫灾里面 我认为这是比较妥当 我想委员谢谢建议 所以待会在逐条审查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其他事故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再来明定 甚至可不可以也跟委员报告 农民所面对的风险 可能不会是只有生产上的天然灾害 跟病虫害 它可能还有市场上的这个风险波动 所以如果这个放到这个部分里面 那其实对农民更有保障 也就是说它不能只有保产量 它应该有保价格这个机制 因为你其他事故 这个很红彤 而且这个你要是能够把它改成 动植物的疫灾 我想是比较妥当 你认同就好 谢谢委员建议 另外我再请教 因为苏院长苏珍昌 去年很霸气的说 汇除印花税的损失财源 中央会补足 那既然如此我想 草案第十六条 免征印花税的条文 就不用纳入了 因为既然已经 这个苏院长都说 中央补足 要把这个印花税毁掉 反正要汇除印花税了嘛 那还是说 蔡政府与苏院长 这个已经没有要推动 汇除印花税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本席尊重行政院的版本 第十六条的内容 那本席去质疑说 到底这个里面 第十六条 免征印花税条文的 这个要不要纳入啊 跟委员报告 我们有跟财政部这边 评估过 整个税户的减免 一年啦 应该是只有两三百万的 这样的金额 对啦 那既然没有 你就不要把它纳入嘛 因为 这个苏院长已经说 免除印花税 如果印花税的部分 其实 我是不是请副署长这边来 那副署长 没开始的啊 对啦 但是 所以你们已经 有说 有决定了嘛 很多地方 就是由中央来补足嘛 这是很明确的嘛 是不是 你如果说没就不用再纳进去啊 对不对 报告委员 目前因为还没有废除 所以我们现在是比照其他的保险 就是免征营业税及印花税 好啦我尊重你们啦 另外那个主委 我再请教 因为 现在全国都在拼防疫的同时 那本期要请问 那个陈主委 因为现在的水晴 是我有知景的状况 水晴啦 因为春根会不会受到影响 各位报告 现在春根大概在从南到北都已经完成 而且我们屏东在下个月就一起要采收 所以春根的用水百分之百都没有问题 对而且最近刚好这两个礼拜有陆续 在中部以北都有下降的一个月 所以对整个农业部门用水更没问题 因为现在南部地区的水晴 虽然维持蓝灯 但是水库进账 讲实话也是 是最近啦 不然的话 整个水库集水区降雨 跟历年同期降雨 这个六成啦 三到四月是正常 那字偏少 那五月上还不是很明朗 本席认为说治水与防疫是一样 都需要超前部署 完全同意委员的建议 而且跟委员报告 我们跟水利署 我们都固定的合作的这个机制 比如说在去年 年底之前 我们就要研判 一起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会提早启动 所谓的那个水资源调度 但是如果农民因为配合水资源调度 跟委员报告 我们一公顷种水稻的农民是给他多少呢 八万三到八万五啊 因为本席是担心说 因为你要是说 到时候水情不佳的话 可能啊 第一个 当然限的就是农业用水 那民生用水 讲实在话 限阶段是不可能去限 为什么 因为民生用水 到时候连洗水 洗手的水 没有那就很严重 因为现在有疫情嘛 所以说这一点 我是请陈主委特别注意 好 非常谢谢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问题 而且我们保证一起的 所有的这些收割都会正常 因为哦 每一次只要这个到水情不佳的时候 农业用水是第一个设限吧 那首当其冲 当然就是农委会要推动修根等等 来鼓励这些农友 转种汉做 那本席知道农委会今年也持续啊 在推广 这个管路灌溉设施的计划 没错 那本席是希望说 加大力道 将农业用水的比例降低 以节约水资源的应用 你的看法呢 跟委员特别报告 刚讲的水权的优先顺序 是民生用水 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 所以农业用水是优先于工业用水 我想要特别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但是我们也知道农业用水里面的 在目前全国的用水量 大概65%左右 我们现在在推各种 所谓的节水的这些措施 那尤其是水稻 我们有一种叫直播 可以大幅度的 减少这样的一个水资源 所以未来面对这个水资源 我们也很乐意 依照委员的这个建议来办理 好 那个最后一个议题 我请教 因为这个根据观光局的资料 全台露营场资料查询 到109年的3月17号 违法经营的露营场高达 792笔 那辉法露营场乱象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这些违反农花条例 森林法与水土保持法 违法的露营场地能标志营业中 因为第一个 那个以前主管露营的 是没有一个群泽机关 但是在之前行政院已经协调好 是由交通部观光局为主管机关 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各部会要依照他所主管的范围 去做相关的调整 跟委员包括我们有360家的休闲农场 休關农场里面 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做露营 但是露营的这些场合 都要依照 你刚讲的 不管是水土保持法 或者是我们的 所谓的相关的生理法 都要符合相关的规定 他才可以开放露营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因为露营的人口 大幅度的增加 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有主管机关以后 未来露营 从所谓的场地到整个经营管理 有一道标准出来之后 我想他们就可以继续的 这样永续经营 因为之前是没有规定 没有任何法规 再规范所谓的露营 那现在已经开始有主管机关 我不是反对 只不过是 这个一定要 要安全 而且你一定要做好 水土保持 因为你要是说 这些要是没有做的话 一发生状况 因为讲实在话 尤其在疫情期间 我相信这段时间 很多人 不敢到密闭空间 都是到户外 去露营 我是支持 问题就是 你要是没有把 该做的安全工作 水土保持 等等 这个合法化 到时候会衍生很多的后遗症出来 是 同意委员的建议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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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德福委员 下一月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发言 好 符合现况 大有这个质疑 第一个 保费过高 我想你们大概也听了很多 那么到现在为止 你们仍然觉得这个保费 民众农民 尤其是弱势的农民 如何能够配合政府的政策 来这个缴费 你们有没有想过 文权同意委员的这一个 建议 保费过高会让整个农业保险 的这个推动造成很大阻碍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把关 我跟委员报告 那个我们农金局 如果透过我们开办的品项 那金融局审完之后 保险局审完之后 再送到农会 我们要订保会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试算 我的专业就是这个 我会跟他讲 想我之前就退回某一个产品 我说这个农民根本不会想要保 我举一个例子 最后就有钱的去保 你们就保护那个有钱的农民 我实在不想讲某一个品项 我一讲某一个品项 就是某一个保险公司 一个産品 他一年串的保费到两年串的保费 等同他缴了保费以后 两年如果没有理赔一次 他就亏了 那农民绝对保费要买啊 所以 委员你讲的完全正确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修改保单 第二个 我们的保费 要增加 补助要增加 保费补助要增加 因为 委员你知道吗 农民 你要拿20块就很难 何况一公斤是几万块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 委员我们要怎么 怎么讲呢 我们要从专业农的角度 开始去实施 所以 世家的部分 我们会在做 我们不断的做 所谓的 包括那个 保单的调整 这第一个 世家收入保险已经有调整 第二个 我们不能让他 觉得说 我 参加世家收入保险 我是被惩处 因为之前 因为参加世家收入保险 不能所谓的现金 在就是 我们已经把它 所以 你也知道 如果我是农民 我来说 我就等着 这个政府 到时候 再损补助就好了 我干嘛 要吃这个保费 所以 我们要让他觉得 来参加保险 会比我等着 天然现金 在就是 更好 现在的 所谓的 政府的 补助 你们是说 50 我觉得50 太低了 至少 75% 你才能够吸引 那个小农 或者是 你跟他分级 那些富农 如何去保 如何得到 那个保费 那 如果是一般的 小民 小小农 应该让他们 通通都进来 但是又能够得到 合理的 一个补偿 非常谢谢委员 替农民发声 这个我们 尊重大院 待会在委员会 逐条审查的 这个决议 你也知道 保险公司 在商延商 对不对 他觉得 国序排版的生意 我们是希望 保险公司 他合理的利润 比如说把15% 降到10% 那更好了 他没有理由 为政府 来 来 来 抢这个责任 他拿了多少的保费 然后他就处理了 多少的赔偿 一定是这样 那有钱的 没有问题 那小农 怎么办 第二个 这个 原住民的状况 又是那个 末端的末端 我非常担心 他自己的生活 都没有办法 应付了 还要交他缴费 那些没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 他平常 在这个 田间的 才一才 就可以过一天 自己种的 这些稻米 使用 他就可以过一天 你叫他缴钱 不可能的事 这个部分 你们有没有想到 所以 委员这时候 才更需要 我们有一个专责机构 去跟农民推 推广 他现在缴的是小钱 他保障的是大钱 我用一个香蕉收入保险 跟委员报告 你去问所有的种香蕉农 只要是专业的 你跟他讲说 我一年保障你 60万的收入 你只要缴 2万的保费里面 农委会付1万 白话 我就等同事 你就拿1万块出来 你就确认 你今年会有60万的收入 如果你问专业农民 他一定要 你如果问比较千 或小农 他不要 所以这时候 我才会说 政策的推广 觉得要从专业农开始 因为他的所得 都来自农业的收入 所以要优先保障 但是小农 监业农的部分 我们就要去推广 甚至有没有更好的 诱因机制 来让他一起参与 那这个 这个应该你们早就想好了 你才要对付这个法案 当然有 所以 法案通过以后 跟委员报告 会更有诱因是因为 他未来可以到 再保市场去 保费汇率会更低 第二个 他的那个 我们所谓的 那一个 覆盖率在增加的时候 那保费也会更便宜 所以 其实有 有加乘的效果 所以主委 你们一定有 完整的一个规划 我相信 但是有没有面面具到 到每一个 从这个大农 中农 小农 那个偏农 偏向的一些农民 这分类 来执行 这个保单 保费 你才能够吸引 这类的农民 全部 谢谢委员 我们要回去思考 你刚刚讲的 全面性的部分 尤其是偏乡的部分 真的 原住民的部分 我在想 我们准备请原秘会 来 来全额补助 那个额度 大概会多少 你们有没有这样 盘点过 其实看那个产品 以水稻来讲 我们把水稻设计成 它一分地 如果缴10% 我们补助50% 60%就生效 一分地好像只有40块 40块 它就可以有60%的收入的保障 40块里面 原民会如果愿意出 我们出 它出40块 其实 我现在问你的之中 那个额度如果很小 原民会又一定要承担 如果不是很大的 这个委员要跟原民会那边建议 我们这边 农委员已经出一半了 所以你们在盘点的时候 我要问你嘛 大概要多少钱 看 看它的品项 看它的品项 所以 比如说我刚讲 香蕉 大概就是 那一个2万块 那是一个 政策型的收入保险 你如果像水果 鲤 鲤的话那就比较 保费就比较高了 每公顷可能达7、8万 那我们三分之一 有些地方政府三分之一 所以它负责三分之一 那这个部分就 一公顷大概2、3万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原住民有很多的新的产品 比如红礼啊 你现在都没有纳入 在这个保险里面 那这边呢 跟委员报告 只要这个法案通过 允许我们可以实施 政策型的收入保险 所谓政策型的 就是你来种 我们给你保障多少收入 那个会更有保障 所以这里呢 法案里面有所谓的 政策型的保费吗 它叫做强制性 强制性的 政策型的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的保险有强制性跟自愿性 一般因为这农民要掏药 包括我们不敢强制 我们不像农民健康保险要强制 那像我们农民接待保险 跟我们的农民退休制度 未来都是自愿 那农业保险里面 大部分的品相是 所谓的自愿式的方式 那我们未来像比如说 虚目处之前推的 株子死亡保险 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是可以完全的强制性 主委 自愿我跟你说 没人要交 没人要参加 除非你的补助 足够诱因 政府把所有的成立 成心跟我们的能力 加租农民身上 他只要吹一点点就好了 同意我非常有信心 如果农业保险法 通过一年的覆盖率 可以到20% 现在的覆盖率只有8% 我们农民直接在保险 我们讲我们会用 最辛苦的方式 到每个乡镇 每一个地区去做 办说明会 去做各种的推广 甚至委员刚建议的诱因机制 偏远乡村 是不是要考虑 多一点的补助 那这个只要在 谋法里面定的时候 比较有弹性 我们就可以来处理 就是尤其你们将来 这个政策说明 拜托 那个偏乡的地方 一定要到 而且要用 该用母语的 找找那个会母语的人去讲 不然大家都不晓得 你们到底在做了什么好事 好的政策 好的法案 对不对 这个这是一个基本的 我想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所以我也建议 我们这个主席赵伟 不要急着 今天就出委员会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下一位我们请邱毅寅委员来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是不是请一下 陈主委 我们请陈主委 好 麻烦请陈主委 这个提这个不复义 同意书 所以我们才可以在今天 赶快把这个法案 排入委员会 那我知道刚刚 几位国民党的委员 也特别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来支持农业保险法 所以我想 对于农业保险法的推动 应该是朝野都有共识 希望能够给农民更多的保障 那就草案的内容 大概还有一些 希望跟主委来做 垂询的地方 所以我们去年 包括在大树 内门 骑山 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荔枝保险 那个保单 其实在你们结束的时候 保单其实只有一件 后来是我们延长保险的期限 最后好像农金局的统计 勉勉强强达到了20件 所以主委你刚刚说 你有信心 这个一年内 如果农业保险法推动了以后 一年内的覆盖率要到20% 请问你要怎么做 跟委员报告 这个首先真的如同赵伟 秋元讲的 感谢朝野委员 对农业保险法的支持 第二个 里面推动农业保险 真的是充满了挑战 因为农民 很不容易啊 你不要拿几万几千块 你要拿20块 可能就会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所以才会说 如何达成那个覆盖率到20% 所以跟委员报告 我们才会想说 先从专业农的角度去触发 如果将来 比如说在 魔法里面有修正成保惠的补助是 50%为原则 让农委会回去有弹性 比如说我们奠定 专业农的部分 因为专业农是所得都来自农业 它的风险 如果因为天然灾害而损失 那它整个家庭的收入就受影响 我们应该优先来办理这个 我想我们的专业农 大概有三成多 三成多里面 我们非常有信心 有一半以上的农民 应该都会来加入 这个农业保险 都会来愿意投入这个 对 然后如果农业保险法 通过以后 我们会全面的去执行 因为如果到20%的覆盖率 那我想我们的专责机构 就是那个财统丸的基金 又设立 我们又确认 50亿会逐渐的到位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农业部门 跟保险市场的保险人 就保险公司 他就更乐意来参与 我想应该是有机会 好 您刚刚提到 这个财统丸法人的 所谓的保险基金 在我们行政院版第12条里头 其实你写到说 这个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得请行政院核准 成立保险基金 请问一下 这个所谓的一定规模的门槛 数字到底是哪里 那你预计多久能够完成 能够达到这样所谓的 所谓的一定规模 你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本来当初是认为说 直接就设财统丸法人 这样的话更直接就可以 到位来执行 我看其他委员的提案 他们有的都是直接把这个 就是直接希望能够设立 然后把这个基金规模 都明定出来了 就农委会的角度 我非常乐意 如果可以直接设立的话 那执行上就会更有效率 我坦白讲 因为你看现在所有的保险公司 保险人 他在执行保单的时候 等那一些前端的作业 都是农委会在负责 对 其实这个也不好 应该是要由专者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基金 才会很去执行的话 我觉得那个会更中立 会更有效力 所以就农委会的立场 你们并不排斥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基金的规模 先把它明定下来 我看几位委员的提案 有的是其实60亿 50亿都有 但是如果有一定的规模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要求跟挑战 那比如说我刚刚就讲说 用覆盖率 我们刚刚的报告里面 到去年的覆盖率是8.9多percent 那我们的一定规模有几个条件 比如说看覆盖率 是不是要到20percent 或者是投保的金额 是超过20亿 保险金额20亿 或者是保费的缴交是1亿元 这样农民全部拿1亿元 那也是一个挑战 那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这样不太容易吧 这样不太容易做得到吧 所以各位办法 就我们来讲 我觉得只要有定额 那我们应该有信心可以做得到 好 那我想再请教 刚刚我们你有特别提到 所谓的强制投保的那个部分 我就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的这个稻米啊 杂粮啊等等的这一些作物 是不是其实应该要由政府 由农委会来负担比较高比例的保费 它其实有一点算是强制投保 那也确定 稳定国家的这个粮食供给跟粮食的安全 这个部分我请教一下农委会的看法 其实我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个最近全球粮价在上涨 美国上礼拜 白米价格上涨100块美元 每公顿 很多国家陆续采取 那一个因为疫情的关系 禁止它的粮食出口 包括小麦跟米 所以这时候就强调的是 农业在生产上的 一个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而不是只有纯粹是市场机制而已 如果因为这样而针对一些 对一些杂粮 那你要更确保它的这个部分 那可以在整个条文里面回到 所谓的保费补助订定的时候的 或不是一个上限改成原则 或者是在授权农委要订相关的这个办法 我们都很乐意来执行 好这个我们如果在进行条文审查的时候 可能还要再请农委会 还或者是在救教其他委员的意见跟看法 我们原则上还是希望就是说 第一个农业保险法能够早日的来通过来落实 来真正的帮助到台湾的农民 跟台湾的农业 那第二就是说 对于这些粮食安全的部分 政府应该怎么样多做一点 这个部分可能也需要农委会来全力协助 是 好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委 好谢谢邱颖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邱颤远委员发言 好感谢主席我们请这个农委会陈主委 来请陈主委 好 各位早安 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直接切入重点 我想今天的重点还是在农保法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说2018年在推动农业植栽保险的时候 可以看得出当时的投保率非常的低 到去年的6月总投保人数也才17万 投保率只有15.44% 那苏院长当时也下令要拯救我们农业植栽保险的投保率 所以这个部分本席 担心日后的这个农业保险法会不会落入相同的困境 那请问陈主委 你打算如何提高日后新农业保险法投保率的问题 首先跟委员报告 农民接栽保险目前的投保人数已经将近25万人 投保率已经超过22% 跟我们当初法案通过第一年要达到20%的目标 有做到 而且我跟委员报告 即使要农民出15块农委会补出10块那也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我想邱招委也知道 我们到全台湾各乡镇去办了 在去年我们办了将近200多场的说明会 那就是要一一的去帮农民解决这些问题 这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农业保险法如同委员刚刚讲的 那是不是可以法案通过以后农民愿不愿意去来买 所谓的农业保险 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因为农委会你看我们保驾收购也好 其他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补助都是我们补助给农民 是 我们有哪一个政策叫农民自己投药包来买的 就是这个农业保险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农业才会往前走 当农民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有开始那个风险分摊的那个概念 没有错 但是怎么样是落实我们整个农业保险到时候的这个投保率 还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那没关系我们我要第二个问题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那这次行政院版的这个农保法第八条 提到农业保险得势政策目的及农民渔木个别产业的政策需求 采全部或部分的强制投保 志愿投保方式办理 请教主委如果 如果采强制纳保那投保率一定会很高 只是说重点应该在于志愿跟强制之间要如何取舍 农委会是不是已经有针对保险的标的 就是农作物的项目区分 志愿及强制这个部分 是不是已经有做这个相关的定义了 其实委员问到一个 未来教法案通过怎么执行 尤其是在强制跟志愿 我先说明第一个原则 在说明实务上怎么操作 强制跟志愿里面 我们认为只要市场会有运作的 所有市场会运作就是说 有产品的保单 保险公司保险人愿意来承担 那我们就透过保会的补助 让农民来参与 这个部分呢原则是采志愿式的 因为它有一个市场机制在运作 用市场机制来评估 对但是如果是需要市场机制以外的 我们就会用所谓的政策性的保险 我举例来讲 比例的比例的 我们的地点都会死对不对 对 以前死猪啊 必死猪啊 有时候都会流通到其他的市场上 对 那这样会不会造成那个食品安全 所以序幕处就有一个非常好的 目前就已经在做的 就是我们死猪 猪农交给政府 政府拿去画质 我们每一只猪呢 给它大概一千多块 大小猪有一个规格不等的 结果因为这样 必死猪流通道市场几乎没有了 因为我们收的会比 必死猪 收必死猪的人还贵 这个就是政策性 因为它不只是具有所谓 对农民养猪的农民有保障 它还可以对食品安全有保障 这个就类似 我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属于政策性的 所以未来 如果针对一些具有所谓的 比如说粮食安全战略的这些农产品 需要做这个强制性的 一个 一个 政策性的保障 我们也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来 来执行 对 所以这个 自愿性的就是以这个市场机制来评估 那如果强制性就是会以这个 对 我再举一个例子 没关系 那如果这个 我们防疫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我们的禽流感啊 这些的 口疾疫的 这个防疫的 也可以来考虑 类似往这个方向走 这样的话才可以达到防疫的要求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在母法里面 授权有农委会去定相关的这一个内容 对 感谢你的说明啊 但是本席认为 在农损认地的范围 应该要尽量宽松啦 那过于严苛的标准 只会让农民不愿意投保 当然你这边已经有去做一些 相关的定义 但是也请农委会 多多下乡 劝说 专业的农户尽量投保 让日后上路的农保 能够真正发挥效益 保障农民在农损的时候 有个依靠 鼓励更多人加入台湾农业 这个部分 可以吗 委员你的建议完全同意 我们都会比照办理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谈到这个农保基金的部分 农保基金的部分 其实在行政院 草案第12条 当中有写到 主管机关于农业保险业务达到一定规模时 可以报警行政院核准成立财端法的农业保险基金 那这个一定规模 这个定义相当模糊 那农委会所谓的保险业务 达到一定的规模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去查 根据新闻报道 当时有给一个数字 说要达到50亿才会成立 那请问这50亿的判断标准 是怎么才记的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订定的一定规模 我们刚刚确定的是 比如说保险金额20亿 保费1亿 或者是覆盖率10%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所谓的设立这个基金 其实那个跟委员报 财团法基金设立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再把国内的这样的风险 分散到整个国际的债保市场 那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做 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个部分 是按照这样的规模设计之后 就可以来启动 然后委员你刚刚特别讲的 如果将来这一个财团保险基金设立了 它的勘在里面都有他们去做 会更客观中立而且有效 好 最后问一个问题 比较实际的问题 如果现在有民间想要捐赠金额 想要帮助台湾的农业保险基金 是不是在基金成立之前 都没有办法捐赠 那我们举一个之前客委会的 客家文化发展基金为例 由于这个基金只是编列在客委会 其中一个预算项目 一般有心想帮助客家文化的有心人 是无法捐赠的 换言之就是一个虚设的基金 那在农保基金上未成立之前 也无法透过捐赠的方式来 帮助台湾的农业发展 目前状况是这样吗 各位 如果这个草案通过 我们希望今年就可以达到 所谓的一定的规模 那一定的规模达到基金 就可以开始设立 那我们原先是希望有50亿的 这样的一个基金的规模 50亿跟木高 我们有模拟未来 30年的状况底下 50亿的基金 30年之后 它的基金还可以留下 剩下35亿 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有做过财务分析 这个比我们现在每一年拿30亿 几亿的现金债益救助 更有效率 50亿基金不是50亿30年就结束了 而是按照我们的 那个模拟过去15年 套用到未来的时候 它可以剩下30几亿 所以它只会支出10几亿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资料 提供给委员参考 那我们也欢迎说 如果愿意有捐赠 当然更好愿意帮助农民的话 所以实际的执行上 还是希望这个主委这边 多多的这个协助 那本期最后做一个小结 我这边建议就是说 能够越早成立就早点成立 不要只限定在50亿元 越晚成立对于农业的发展越慢 如果有困难 成立基金的时辰要延后 也请主委能够给个明确的时间 或具备的条件 让全国的农民得知政府的政策 那这个部分 如果有相关的报告 再麻烦主委提供本席的办公室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邱晨远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杨琼英委员发言 主席本行想邀请主委 来 请陈主委 委员好 主委你好 刚刚我听到您说 如果通过之后 您希望达覆盖率是两成 是 那我好像之前也有听到一个讯息 是说希望五年内要达成三成 那这个是在从2015年 也就是民国104年 开始在做事半 那所以这个数字好像不太一样 待会你再回答本席 所以本席首先 要欢喜的是朝野各界 都希望能够让民众让农民有真正一个安全跟保障 因为跨厅吃饭实在很艰苦 而收成如果太多 那价格又低 所以我们农委会呢要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怎么样去平稳抑制价格 就成如我台中我们的厚礼 我们的百合花是全世界最美的 但是也因为软冬的问题 原本预计要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才要用的花 但是它超前已经开花 这个动作我们必须要超前去收购 所以之前在去年我们台中市政府 卢修院市长就赶快去收购 去协助这些农民 将这些百合花呢 能够不浪费掉 能够消费给民众 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缓和抑制价格 一到了过年的时候 可以平稳我们的拍卖市场 所以农业的部分呢 技巧是非常的多 那么本席也讨论到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每一年这二十年来我们做的统计 一百二十亿以上的这个天然灾损 那我们给人家补助的两项 所以民众自己本身七八项 要叫寇连天啊 要批叫母也没效 这农民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希望让他们有一个 非常安定的一个基准 但是我首先要请教 因为提了这个案呢 就针对实质议题来讨论 因为看到日本韩国美国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而且已经推行的很成功 所以本席再请教 覆盖率会低 主要的原因是如何在事办的期间 我非常感谢委员的这个追寻 那我首先要非常感谢超越委员 对这个农业保险法的这个支持 他真的会创造好企业 农民有保障 其他也创造我们国内的这个保险市场 而且还可以去再保以后再把汇率降低 这个本席清楚 这个本席要请教 覆盖率 覆盖率会变低的原因 就是第一个 它是农业政策 有史以来叫农民要制套药包啊 那个 对嘛 那个苏联监在办理的时候 农民 你要叫他拿三 十块五 十块钱 那 背后 七五 你就欧米豆腐啊 所以委员 就是因为越要这样 我们越要去执行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 改变台湾农业的这个 但是本席再请教你 覆盖率低 如果我们通过了法案 那覆盖率一样低 那等于没有通过 我跟委员 如果有覆盖率低 我一定负责 怎么解决 我们一定会让它提高 至少要到20%为目标 之前你是说三层吗 那你现在说两层 请教 覆盖率低 你的内容要怎么样去调整 我们是希望说 法案通过以后 像农民职业灾保险这样 法案通过 那一年内达到20% 的这个目标 除了保惠惠力以外 覆盖率低的情况 你认为你有什么 保守 要让它复盖率高 第一 要减低专业农 你看那个 委员你的选区那边 种很多水果 很多都是专业农 他们的投保预愿 比监业农一定高很多 所以第一 我们要真的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的农民 监业农大概有70% 没错 这个也是覆盖率低的 一个原因 没错 接下来 那委员 第二个 就是要适当的 去跟所有的专业农 去做说明 我们有很多政策的导入 宣导是必要的 但是你的必要条件 要怎么样调整 才能够达到覆盖率的一个提升 本需要请问的是这一点 对 所以我要举例就是说 6万公顷 在过去示范 有6万公顷里面 水到会最大宗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叫做梁芝米的产销专区 那个梁芝米产销专区 我们某种程度呢 是设立了机制 他就一定会来参加 这个就是冲覆盖率最快的部分 所以 我们有办法 比如说举例好了 将来花费业者 配合出口外销的 我们一律鼓励他 来做所谓的 加入这样的一个保险 对他保障 有一定的程度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 目前农业的一个情境 1973年开始 那么开始呢 这个农发条例制定 到现在 没有办法有一个 完整的农业保险法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是有很多的条件 必须要谈的 没说啊 必须要谈的 所以农发条例的第58条 也规定 必须要设置 那为什么拖这么久 所以本行一再认为 我们的条件要怎么样谈 让农民非常清楚 而且他也愿意保险 所以因此 我们看到我的 这个资料当中呢 三种以上的 自然灾害威胁 世界银行 告诉我们这个数字 我们台湾 是这个情况 是这个情况 所以农业保险法 是必要的 那必要的情况之下 它的必要条件 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 让农民愿意来保险 这个是这个法 提出来我们最重要的 整个大部的精神 我们要好好讨论 这些细项 所以本席要来请教 也就是农业保险法里头 要让民众 农民自套要包 第二个 保费 现在您所制定的是五成 这个要怎么样去提高 让农民意愿高 第三个 我们的建业农的问题 它有七成 是这个建业农 所以本席要请教 万一真的碰到灾损的时候 这个保险机制 不管委托哪一家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我们的农会 农会也可以做啊 它有信用部啊 没错啊 所以第一个条件 请你听清楚 农业我们的信用部 目前是非常可怜 它的金检 是依照 银行法的金检 但是它的商品很少 所以身为农会的 这个农委会的 我们农业的最高主管机关 您应该要去跟 我们的金管单位 要好好去谈 商品可以怎么样开放 减着是凹银行法 但是 我们的商品是限制的 是限制的 这个应该是您要做的工作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本席再请教 万一碰到的时候 谁要决定是不是 灾险 谁要决定 是由保险局 保险公司决定 还是当地的地方政府 还是我们的农委会 要谁去决定 这些细项都要定好 才不会一个国家 好几种标准 这个让我们会有所忧心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真正要照顾我们的农民 请教主委 委员你这两个问题 很快回复 我们就是因为要让农渔会也有可能担任保险人 所以在条文里面就双轨 保险公司 或者是农渔会都可以当保险人 第一个 而且农会本来就是有所谓的信用保险 第二嘛 他也是尽管呢 而且我们跟全国各农渔会都配合非常好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不会有问题 您第二个问题里面 可能就是对这一个 我们谁要去执行 那是保单而立 我们有一个气候指数型的 对啊 你听我说 我们的保单开化有一种叫气候指数型的 48小时 某一个观测站降毫宇超过500毫米 就直接理赔 这个都不用谁 气象局的资料就可以来决定 保险公司隔个礼拜就执行 这个就为什么我们当初要事办好 再来提这一个模法 您讲的这个是过程 本席要跟你讨论的是 谁决定那一个标的物的一个情况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经常发生 台中不可以 台北可以 同样的标准 没有这道理 你讲到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天然现金 在救助 我刚刚特别有讲 在不同的地方政府 不是县市政府 是到乡镇公所 区公所他们去执行的时候 所以换句话说 保险公司加注进来 那到底 我们有一个基金 有一个专业的 是谁要裁定 如果有争议的时候 谁要裁定 这非常重要 你是要指现在还是指未来 未来啦 未来 我们现在已经在制定了这个 现在你就没有 现在你只是事办而已嘛 现在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 用十字死损的 或者是连接我们 灾害连接型的 只要20%我们认定 有领先人现金在救助 他就顺便再领那个保险 所以现在的执行 就是未来当成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执行的依据 根本一%都不够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要好好的去盘点 因为我们既然 要好好的去设定 这一步大法 就是要让人民 让农民 真正能够得到他的安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谢谢文建议 谢谢 谢谢 谢谢杨琼英委员 好 下一位我们请 曾明宗委员发言 等一下 让他擦一下 等一下 好 谢谢 谢谢主委 麻烦谢谢主席 麻烦请主委 来 请称主委 各位好 本席先讲前提了 本席全力支持农业保险法的立法 因为政府长期亏待农民 所以希望透过农业保险法的立法 来确保农民的权益 来以利农业的永续经营 以下几个问题 跟讨教主委 假设这法律通过之后 因为现在事办的农业保险27项 那你心目中 想推的主力 三平 三项 你这委员哪三项 最值得马上推 各位委员报告 那个首先 真的很感谢委员 对这一个农业保险的支持 因为您也是金融的这个专业 这个对保险公司 甚至保险市场 农民都有很大的 这一个得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贡献 那第二个 其实我们会针对风险比较高的 我举例好了 风险最高的 农民的风险有两个来源 一个天然灾害 比如说台风来最高的一个影响 就是水稻跟香蕉 所以两项啦 水稻香蕉 第三项是什么 那香蕉又会 因为市场的产销调节 最容易所谓的价格崩盘 所以他说如何会有影响 所以不管天气好天气不好 香蕉都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就认为像香蕉就是会 香蕉水稻还有第三项 那我们认为 我们也希望水产品 就是我们的养殖业 对 养殖业太容易受到 那养殖业哪一些项目 最金额比较大 养殖业里面的话 我们是认为像 湿木鱼啊 五沟鱼 跟那个石斑鱼 这几个都是我们养殖的大宗 而且都有在做外销 所以这些项目是 通过这个主推的项目 对不对 没错 而且我们事办有在执行了 好 另外纳入保险以后 过去因为灾损 那整个现金补助 大概两成五到三成 那您有没有议估过 假设 这些项目经过保险以后 它的保障程度 会从现在25%到三成 可以提高到几成 其实委员 你问到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那你农业保险 实施以后的效果 跟天然现金家是如同我讲的 一块钱给农民就一块钱的效果 它不像保险我们保费的补助 它可以cover更多的这个收入 比例多高 我印象中 我可能要请局长报补充 印象中是只要政府投入一块的保费支出 应该有六块钱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的问题是 现在现金补助是保障程度是25%到30%嘛 那以后透过保险计制 有没有办法保障程度 达到八成或者九成 那就是看它覆盖率啦 先不谈覆盖率 有参与的就有 有到八成或者到九成 对但是我也坦白讲 你也知道看保单的设计 没错 但是大约 有些如果全显的就有 有些像水稻 我们把它设计成六成的保费 我们就可以开卖 所以大概到时候保障是八成到九成 对不对 应该是八成啦 因为有些的那个保单开发的时候 我们没有开到那个所谓的全显的部分 另外你讲覆盖率 是到20%对不对 各位委员报 我们刚刚是有修正是10%啦 10% 10%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的 对 10%是几年 几年 10%只要法案通过 我们一定要一年内达到 一年内达到10% 对 那五年呢 你预估五年可以推到几层 那个委员你知道 经济学家都只看短期不看长期 因为凯英师说看长期 主委你很能干 你认为五年 我不跟你喂十年啦 你总共五年的目标 这个是目标吧 其实我个人心目中是 可以比照日本六成的这个覆盖力 好 六成你认为六成要多久才能推得到 如果专业农的话 我们六成绝对没问题 那多久 六成的话专业农的话 我们认为三到五年绝对可以做到 OK专业农的部分 三到五年可以达到六成 好 另外啊 就是说 保费的比例 你现在强制投保的部分 没有设上限 但是会强制投保的部分 现在行政院版本 是希望 补助五成 对不对 没错 那我希望 拉高到六成以上 政策上 农委会支持不支持 我们会尊重大院的这个决定 好 另外 农业保险基金 行政院的版本 多少亿 我们预估五十亿 五十亿够不够 我 我们有精算过啦 我们未来的话 对不起 我修正是十五年 我们用过去十五年 刚刚的资料 套用到未来十五年 五十亿的话 还是运作完之后 十五年之后 还是会留下 三十五到三十七亿 这样的一个金额 所以五十亿一定够 一定够 确定 在未来十五年啦 对 万一哦 因为你也知道 但是你也知道 我不敢保证 我知道 因为整个 台湾包括整个世界 气候极端化 一下下雨 一下是 却一下又不下雨 所以整个气候极端化 你要把这因素 考虑进去 到时候 五十亿不一定够 所以 等一下审查的时候 我会强力主张 必须进步提高 主委你照不赞成 非常赞紧 我们也尊重 那个大院的这个决定 好 另外 我也在这里呼吁 包括金广会 包括财政部 也希望所有的保险业者 强力支持 农业保险法 让以后的农民 不要再看这次饭 能够让这个 引进先进国家 向美国 日本韩国 实施 非常有绩效的 保险制度 来协助农民 来保障 他的基本权力 也让 农业的经营 更有未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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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这个覆盖率的问题 是 那覆盖率问题 你刚刚所讲的是 一年20%还是10% 我們是希望法案通過一年內就可以到10% 我修正一下 因為20% 我本來是說 我剛剛聽到你20% 後來你又修正回了10% 你剛才在5分鐘之內就變10% 你那20%的參考 應該是從農民職業災保險 我本來是說農民職業災保險那邊來的吧 你問稍微跟大家 我們為了充農民職業災保險20% 我知道職業災保險你有超過20% 我們辦了多少座談會呢 對你用職業災保險20% 職業災保險你要怎麼 叫的補給多少到15塊 15塊而已 15塊而已 這補給156萬塊 所以說你還說一年可以到20% 我在底下都給你捏一百兩漢 嘿 不管了 我坦白說啦 你自我修正在5%啦 再說一遍啦 是啦 真正感謝委員 10%對嗎 是啦 10%啦 不要免講啦 10%沒標啦 你會繼續做的啦 他10%沒標好嗎 我會說你會繼續做的啦 所以說你不用那麼夾啦 10%啦 你說說30秒 如果我來說你不好 頂到最高你才知道了 因為你從一百控制年開始 賣賣賣賣到這頓的時候 我高興來統計起來 覆蓋率加起來 差不多6.21%而已啦 賣賣賣啦 你要說蓄產啊好漁產啊好 相對 都相當的價格啦 如果有所謂的 有警察也沒有警察也不知道什麼啦 但我去稍微調查了一下 關鍵點喔 主委 有話是說 進場在企業的時候 支付了一間付料太多啦 另外一種 一年一年的保費 像參加說啦 我們這個接班費 這個含害的錢 一年的保費要高達17萬 有時候就想 我整齊我就要機械就好了 對啊 我如果要一種防寒的設施 可以用5到10年啊 我為什麼要去用保險 或許有這種思考 說來說去都是很大的問題啊 主委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來增加負蓋率啊 主委 我真的感謝議員 你台灣整理得這麼好的資料 但是你的負蓋率省 可能跟我們的負蓋率省 有的是用金額 有的是用面積啦 所以這個不過大概 你剛才說八八八 警察不吃米啦 繼續 所以你說的都是屬性啦 尤其是水產品的保費更高 那我們現在在示範 我們還有一個一公頃最多 好像有3萬塊的上限嘛 所以其實也綁了我們自己 是 因為我聽說有的七十幾公頃啊 我們就 經費的問題 所以 但是有保險法通過以後 我們會來 所以這個部分 以覆蓋率最高考量嘛 不然你立法的用意就不在了嘛 所以說我是相關條文應該重新思考 應該是說如果這個過了 買了保險增加到10% 不管用面積 或是用金額 至少你會說 那農民有10%都有保障了 相機嘛 而且你以前 你去所有的天然災害保險裡面 你差不多 卡到30幾個嘛 那差不多2、3聲而已嘛 是啦 沒錯 2、3聲我們再來看 你這2、3聲 後來我來看說 那你這段故事要怎麼變 你天然 天然災害補助的金額 你還要不要變 兩邊同時變嗎 各位 你講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真正的雙軌是這兩個預算的雙軌是 不是兩個雙保存 還是要雙軌 因為我們不可能把天然信心 災就是現在就拿掉 但是你要怎麼抓啊 你明年還是編了之前 你同樣的額度嘛 我們內部討論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這個品項裡面 有開辦保險 那超過一定的百分比 那天然信在救助那邊 才有辦法調整 對呀 你要逐漸替代嘛 沒錯 就是這樣 我們在裡面 你這條文裡面 你等比例嘛 你這樣才會讓 農民降低那個天然 現金補助的這個期待 沒錯 才會轉到保險那邊 是啊 沒錯 你誘導才會過 你耍的過 你會負到你才會提灌啊 是啊 你如果天然現金補助 你再拚到那裡灌 大家說 我就補償現金 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是啊 所以這個部分 本市真的建議你 你真的是 如果真的你有取代的 這個決心的話 你在現金補助的部分 你根本的處理齁 你要處理好 你也不能引起反彈 你是睡覺 沾下去後 大家也倒閉 那不是 當然啊 所以委員會有雙軌制 那雙軌制我們怎麼調呢 我們把政府的支出 補到保會的 裡面去調降 天然現金災害救助 每公頃的補助金額 不是說 你九萬一公圈 還是七萬五一公圈 對我知道 你是建進的 達到一定的 你的品項 所以 要讓你尊贈 你農政單位 你們自己尊贈 但是本市在跟你講 是說這個東西 是有底衝的 然後 之後要如何替代 去抓一下 另外 本市在看 你這個第三條的定義當中 農業保險 內容當中 你基本上是 只有修正成天然災害跟其他 我是在想說 你在內容當中 沒有寫得非常清楚 這樣可以 加一個天然災害跟其他 非規則於農漁民 室友的部分 放下去 這樣會比較少 不會 委員報告 我們用的字眼 本來 農業保險是以天然災害為主 對不對 但我們把 放了一個叫其他事故 記得 你真正要去看 你現在的其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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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 疫病跟蟲害而已 沒有啦 我們是希望說 成的秋行軍蟲 秋行軍蟲 還是 非洲豬瘟 這都可以放在裡面 我了解 市場的第二個波動因素 也可以放在裡面 反覆形象是一個待殿 他的一條殿 還要算什麼 所以 委員 反覆形象 東京奧運不能過 還要算什麼 所以我們的其他事故 我們真的是要把市場的波動 所以應該把市場的因素放進去 是 所以我們警覺的收入保險 就有放這個市場的因素 沒有 我就在定義上沒有看的 所以我說 我是說市場比較大的 光大一點會比較好 保險的範圍會比較多 相對的誘因也會比較大 主委 同意建議 好嗎 這本市有提案 麻煩你支持一下 最好再補充說一項就好了 背後 跟我們買不到 主委 尋常要辦法 我 到底有什麼原因 你查一下 我 議員30秒就好 我拜託去台北 到目前為止 公園的肥料 比去年同期 多16% 已經 去年差不多15萬公噸 現在已經要20萬公噸 你只要用實名字 還有寒壓 寒壓那一位 睡頭的政策比較多 你根本就不夠 主委你回到去看看 我現在 保險就是說 只要有 來預購的肥料 會農費 鄉頂農費 或是三四的肥料行 我都會 配所有肥料 每天配 而且 我今天拜託要求台北 100台卡車 你從三月才開始 你會用實名字 但是我這個拜託禮拜 去問 還有人買不到 你回來了看看 好 沒問題 你如果有什麼 我可以 我一個人來歡迎 謝謝 好 下一位我們請 謝伊鳳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要請農委會主委 來請陳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我相信農業保險 是朝野有共識 希望給我順利推動 可是我問一個非常簡單的 基本的立法的技術 就是在我們試辦的 農業保險法的法源依據 裡面 就是我們行政院版本的第五條 那其實我們沒有像 我們的農業的健康保險的44條之二的第三款 有規定明定 就是說我們試辦的範圍 還有我們的保險人等等的 那這樣子有一點像是我們空白的授權 為什麼沒有 偷影片 我直接跟委員報告 然後就我們18條 就是像農委會 他就以後農會等等 漁會等等 他們如果 就是配合農委會 來做這個農業保險的時候 農委會可以到各個機關去做監察 就像金管會的角色一樣 那我們也沒有提出說我們可以對 就是說我們要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責 然後我們要保護各自 就是說我們去監察的時候的各自等等的條例 你不用擔心那個各自 各自絕對不會 我不是擔心 可是我們就立法技術而言 我們是不是應該明定在法條當中 所以這時候就是更需要趕快來通過這樣的一個草案 對對對 可是我們就應該等一下在逐條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加注進去 是指針對藥保人的部分 對 要把他的各自的這個部分放進來是不是 還有第18條 那個本來就是這個相關的這個資訊 本來就是有各自法的相關的規範了 沒有像在金管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在裡面有相關的規範 那所以在這個農業保險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就這個有相關的規範 因為我們 這個部分是不是金管會有沒有 保險局副局長要不要來補充說明 你們 各自的部分 到那個貝巡頭 保險局副局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樣子我的時間會不會那個 不會不會不會 跟委員報告 就是在我們實際執行檢查的時候 在其他各個法令如果說像 比如說像各自法已經有明確規範的話 在我們的法規是沒有另外在在的明定 那檢查人員在實際上執法的時候 也會嚴格遵守各項法規的一個規範 那可是我們可以明定在這個裡面嗎 因為這是母法啦 對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是不是看在相關的執行辦法裡面 來 來 放進去 但是這個部分 我還有喔 我還有喔 就針對第十條喔 就是我們 農民 為了要讓 那個農民喔 不要認為農委會是要用 用保險取代我們逐年的 就是取代我們現金救助的 這個部分喔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逐步的調整 我們現金救助的方式 就像你說的 你剛才說的就是用雙軌制的方式喔 因為畢竟我們覆蓋率未及一成喔 怎麼樣子可以馬上達到你的目標二十成 其實要需要非常大的努力喔 還有喔 就是你們農業會喔 只有補助我們 我們縣市政府喔 只有 就是只有補助百分之五十喔 然後其他要是各級縣市政府來補助喔 可是目前農業縣市的政府都幾乎非六都 就是都是六都以外的縣市政府 他們的財政喔 都非常的困難喔 就這個方面 怎麼樣子還有更好的辦法 更好的誘因 可以促使我們的地方政府 跟我們農委會 一起來推動我們的農業保險 委員剛講到兩個問題完全同意喔 第一個我們沒有說要立刻把 農業天然現金災救助 所謂的取消 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將來買保險的農民 可能以專業農會主 你還是有很多的兼業農跟小農 這個部分還是 目前政策是沒有變動的 但是如果你農業保險實施到一定的規模了 比如說某一個產品 實施到一定的規模了 那這時候呢才有可能去 逐步的調整這個 所謂的天然性感 就是我們之前已經有討論過 相關的辦法也公告 這第一個說明 所以請農民放心 第二個 你講的完全正確 就是因為我們的農業縣大部分都不是在六都 除了少數像台南高雄農業是比較多 那可是地方政府在過去試辦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是配合農委會 以屏東縣政府為例 我們不管開辦的香蕉水產 有些甚至還是他主動開發的這個保單 那我們的補助他三分之一 我們三分之一 所以農民只護三分之一 但是的確就是說這樣子的部分 就是等於我們空白授權林農委會 因為 沒有沒有不是空白授權 我們到時候你只補助屏東 你不補助彰化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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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錯了 我再講 我再講一個 好 你要顛倒過來 那剛好是我屏東少補助了六分之一 只是因為屏東縣政府吸收了三分之一 好 我再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肥料的問題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吃了啞巴虧 我們在3月5號的時候 我們請農糧署到服務處 跟所有的農會等等的還有台肥 然後你們跟我講說 你們在彰化縣農會 有輸運的庫存 安全庫存有2500噸 結果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還問農糧署的科長說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方式 讓各個農會來申請 他說沒關係 你各個農會來申請多少 我就發給他多少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的5號 還有43號 還有39號 現在都嚴重的缺貨 你只要把彰化的鄉鎮農會 從3月16日開始 預購的這個部分 你去問他 我們有沒有每天配給他 他有你有每天配給他 可是他要100給50 我跟你講你要請他們做幾件事情 多少面積的作物就領多少的肥料 不要額外多增進 可是我知道 主委 你再給我一個時間跟您報告 因為現在的農民 因為拿不到肥料 就是他要100給50 所以產生他們恐慌性的想說多買 因為可能後續可以再買 他都提前購買 沒錯 就是因為那個訊息在鄉下降傳 結果我們今年供應量 比去年同期還增加了 16-18%的肥料數量出來了 所以農民 你要跟大家講 你購買的肥料 主委 而且他們在想說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問說 是不是台肥公司 沒有足夠的39號 43號的肥料 沒有 我們上禮拜開始 要求他這兩支肥料 每天生產 我們現在每天台肥可以1900多公噸 我禮拜六 我跟你講主委 還是喔 你帶我們去看台肥公司 原料的儲存的地方 我們就是找媒體一起來 當然可以 我跟你講說 綠化甲6萬公噸 台中廠一個3萬公噸 基隆廠3萬公噸 它的議案料數 全部的庫存量 都足夠到今年的9月跟10月 我還要求說不行 不能到9月10月 全部到12月 而且 台肥的原料沒有從中國進來 進來的不到 所謂的 它原料的1% 就是因為有人在 鄉下傳這些訊息 導致每個農民都說 都給買幾包 給買幾包 不是 是因為他們 要100 給50 他們就會害怕說 之後買不到 我再跟你講 現在是這樣 明年絕對不會有這種問題 後年也不會 四年後就會有 每四年都會來一次 為什麼 你去問縣農會 你去問鄉鎮農會的總幹事們 四年才會一次 沒錯 農會選舉 農會選舉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就農民真的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來處理 好不好 同意 謝謝委員 我們不要犯政治話 謝謝 謝謝謝伊鳳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陳婷菲委員發言 主題宣告一下 我們11點鐘的時候 會休息5分鐘 謝謝趙委 我們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各位好 主委 這是你們在3月24號 農糧署所說的 民企配送到各農會 肥料預購 基本上他們等了一個禮拜沒有 所以你們在3月24號 才會強調說 明天開始要配送到各農會 那明天開始就是3月25號 我這個是3月24號的新聞 所以呢 是3月25號要開始配送 然後這幾天 我們幾乎電話都被打爆了 然後所有的農民都跟我們說 請問肥料在哪裡 打電話到農會 農會跟他說沒有啊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的肥料 所以也沒有辦法賣給你們啊 我要講的是 我們的時間到底跟台肥 到底那個時間是怎麼掐的 是怎麼處理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你有這麼大落差 你還怪說農民恐慌 農民恐慌 農民恐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啊 你明明說 3月25號就可以配送到各農會 農糧署說的 難道農糧署他沒有去掌控所有的訊息嗎 跟委員報告 3月24開始 只要在3月16開始 預購的鄉鎮農會 包括商信不了行 我們每天都會依照 不是說他預購的我們就配多少 比如說第一天預購四千多噸 第二天預購多少呢 一萬多噸 我們會把預購的農民的面積跟作物 然後做適度的調整以後 每天就是這樣配送到每個農會 我甚至有些農會 好 那你依照你們的預購 然後這個量配送到各農會 那請問各農會這些東西都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各農會這時候我們是希望 他依照農民預購的來 所謂的分配 我想這樣的話才可以避免說 有些 重點是主委 你們有沒有去了解 為什麼農民一直說他們拿不到肥料 那你們說農會依照預購 然後農糧署從開始要求台肥公司要 陸續配送給所有農會依照他們的預購量 農會再依預購量再配給所有的農民 那為什麼農民拿不到 那是這些農民沒有去預購 是這樣嗎 那到底什麼時候要預購 為了解決這個 如果這個成本可以透過原料來反應到肥料的這個價格 我覺得這樣調整可能會更有效 現在問題都發生了 現在問題就發生了 光這兩天我們的電話不斷的接到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不是說肥料不用擔心嗎 不是說肥料絕對沒有問題嗎 所以你們是不是要第一時間農糧署要第一時間去瞭解 為什麼這些農民會拿不到肥料 是因為他們沒有預購 還是因為說農會預購完之後 是由他們來調配 到底原因是出在哪裡 主委你講的是後端 我現在只有講現階段 這幾天 這幾天的問題怎麼解決 問題出在哪裡 你要不要請農糧署去了解一下 還是農糧署是坐在辦公室的啊 各位委員報告 為了這個我自己親自 每天都看每一個農會配送多少 我甚至禮拜六 我要交台會發 那為什麼會跟農民有落差啦 我剛才說就是不夠啦 破棄的跟他要電器的不夠 但是世界上就是農民 我說的不夠不是實際的不夠 你說他們把後面要用的也事先囤積起來 但是錯了 我們所接到的你們農委會 你們農糧署給我們的回應 我們也這樣子回覆給農民 農民說沒有耶 我們連現在要用的都沒有耶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 總量的部分 今年同期你看 幾四五萬公噸 一公噸 二十五包 幾四五萬你看 幾六十萬包的 被料都跑去哪裡去 跑去哪裡 所以分配出了問題 不是總量出了問題 是啊 是誰分配出了問題 分配出了問題 就有很多就是 制度面跟人為 所以為了這個 從現在開始 如果在農會 過去 這個農民過去 他所 跟農會登記的肥料樹 他們一定有一個 基本過去的資料吧 有沒有 有沒有 主委 你認為有沒有 有的農會 一定有嘛 有的農會 為什麼叫有些農會 有些農會 沒有呢 每個管理的方式不一樣 我才不會說 第二就是 我直接跟 跟您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以前的回料配送 都是縣或市農會 去台回領 領完再分配到各鄉鎮或各區嘛 那 那為什麼我跟 跟您報告說 四年的部分 會發生一次 某些鄉鎮就跟我講 他就拿不到啊 然後再來 我們被到鄉鎮 你鄉鎮這個應該不會 在台南市發生啊 我接到的是台南市的電話 台南市當然沒問題啊 對啊 問題我接到的是台南市啊 台南市各區 有些農民拿不到嘛 我接到的是 南部沒問題 台南農民的電話嘛 我不是接到其他的 其他的有他們的立委 他們可以陳情 我接到的是台南的 是啊 各區 有這麼巧 各區剛好 剛好都缺肥料 有這麼巧 所以 柱衛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啦 要不要了解一下啦 你們牛娘署 要不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配送出了什麼問題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如果 真的 有所謂的囤積 那很簡單嘛 你把過去 我想台南市這個資料 應該都做得非常齊全啦 所以 他如果說 農會在農民跟他登記的資料裡面 奇怪 你怎麼會跟以往的差那麼多 他當然就可以做一個管控嘛 是啦 這是基本的嘛 你怎麼會說 他把後面的都往前 所以我們要同步要求上系 上系 上系佔三層啦 農會佔七層 我們會同步要求這一些 的這個相關的資料要做管理 我們甚至可以去去現場 主委我只有說 現在沒有肥料的問題怎麼辦 怎麼辦 那我又跟你保證 相關的 預購的 我們每天都會配 即使那個鄉鎮農會只有兩公噸 那你要去了解啊 為什麼 這些農民是他們現在要用的喔 現在要用的他們就沒有辦法買到肥料喔 所以你要去了解 我只把這個訊息 我們農糧署不是只有聽一線的聲音 我們要聽的是農民的聲音 完全同意 請農糧署要注意 每一次我們講的 然後你們都有你們的回應 然後每次我們都被農民打槍 到底是你們做辦公室的還是我們做辦公室的 我們會同步去確認上禮拜到現在為止 每個鄉鎮農會都有依照他的預購 跟我們調整後的數量 台會都有分送下去 我會請我們同仁不是農糧署 所有的鄉鎮農會都打一次 然後拜託 馬上給我們辦公室到底怎麼解決現階段 人家農民買不到肥料 沒有辦法施肥的問題 那個 主委 是不是請相關單位待會兒到陳委員的辦公室 跟他做說明好不好 因為那天我有詢問 後來我到地方農會去查 果然是叫他們講的那樣子 那有些東西我想請他們到陳委員辦公室 來跟陳委員做說明 那個周委不是 沒有啦 停飛 周委不是這個樣子 你這樣說會變成說 沒有 他農民有一些問題啦 好 接下來我們請孔文吉委員發言 孔文吉委員發言之後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請陳主委 來請陳主委 主委 主委你好 委員好 主委那個有時候講話說話要算話啦 因為我記得陳陳廷薇委委員 三次還特別執行那個議題 那你跟他講說肥料當天下午就會送到 可見的還是沒有送到 我們是送到 那是不是跟每個農民預購的數量 我坦白講會有很大的差距 我們會按照他的面積來做調整 你在國會殿堂講的 你跟他講說 那個農會沒有肥料 倉庫都空空的 那天我還記得 因為他也在我前面講的 我記得 我回去要求農糧署 跟資訊中心 從今天開始 把每一個農會 鄉鎮農會 跟商氣的相關的肥料的預購 我們都可以公布啊 不是 你在這裡講的 你回去 你要監督你下面的單位 到底有沒有把肥料送過去 農業部門 所有的資訊公開透明 主委在這邊講的 你下面都做不到 我坦白講 我就是 如果資訊你不公開透明的話 你永遠無法解決 農業長期以來的這些問題 你知道那個肥料的配送 長期以來是誰在掌控嗎 好 那主委我知道 因為這個農業保險條例 這個大家都非常支持 都非常支持 那但是這個法呢 可以說是針對專業農開始嗎 專業農開始 我們希望從專業農 對專業農開始啊 但是因為這個法呢 他是有保險人 藥保人 被保險人之間 他是一個保險企業的性質嘛 那保險業呢 就是金管會特色的保險公司 那然後你又把農醫會 也是屬於保險人 那我想請教主委 你有沒有跟我們保險公會啊 農醫會的代表啊 有沒有充分進行討論 其實農醫會都非常配合農委會的政策 在過去試辦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所謂的市家 香蕉收入保險 或是水產保險 這些農醫會都非常的配合 而且你知道嗎 農醫會本來就有四大功能 它有信用的功能 它有推廣的功能 它有金融 但是如果齁 其實保險 我們要讓保險 讓農醫會都可以來 未來乘坐所謂的政策性的部分 那我們那個地方的農醫會呢 因為政策的目的 它因為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這個會不會衝擊到 我們現在農醫會的 這樣一個財務的情況 會不會 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委託農醫會辦理啊 它等同就是跟那個 保險公司保險人一樣 我們給它的相關的行政管理會用啊 基本上是10到15%啊 那這個當然是 絕對會到位的 你覺得他們會非常歡迎來做嗎 當然 或者以香蕉收入保險而言 我們本來是只有四個鄉鎮區農會要做 所以我現在有三十幾個鄉鎮區農會 已經來 乘坐香蕉收入保險 主委主委 我現在有問題 因為 這個這個 我覺得這個法對 對沿住民來講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補給了 沒有辦法照顧到 因為我們現在沿住 沿住民的問題 就是一個是肥料的嘛 農藥的 然後呢 這個都是貸款 跟我們農醫會來貸款 來做買肥料 買農藥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農會 給我們鄉鎮農民啊 農會貸款的比例是多少 利率 我們有政策的利率貸款 嗯 18項的政策利率貸款 嗯 那每年 它的利率是0.79到1.29 或到1.69不等 嗯 每一年 農委會編除將近20億 20億元的利息補貼 給所有的這些的農醫會信用部 嗯 這個政策都沒有改變 那這個疫情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沒有辦法針對我們這些偏遠地區 原住民地區 這個利率可不可以再降一點 各位報告 我們都已經有公告在網站上 這次的利率真的是 只要受 需要紓困的榮譽民 包括原住民 我們的品項有公告以後的這些原住民 嗯 它可以新貸舊貸 都可以 一年的利息 減免 嗯 本金如果金有困難 還可以延後貪環 這個我們都已經有公告 而且 各位報告我們從上上禮拜開始 辦法公告以後的執行 到目前為止 99件 99件了 你看 我已經辦99件了喔 這個利率有降低嗎 貸款利率有降低嗎 有降一碼 降一碼 那是因為中央一碼 那是針對我們全國還是說 針對原住民還是 全國全國 針對全國齁 好啦 那個因為我這個 還有一個天然災害救助齁 天然災害的救助 你說這個有保險的話 我們會把天然災害的救助 會覆蓋力會高一點 喔 但是呢 沒有參與保險也沒有 也沒有也沒有用啊 所以我們天然災害的救助 針對我們 原住民地區的農業損失的部分 還是照以前老套的做法吧 所以我們 雙軌並行啊 嗯 我們沒有把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要做任何的那個 取消的這個考量 因為畢竟還是有很多小農 我知道啦 因為每次我來這邊都質詢 我們原住民的農業損失 天然災害的損失這個部分 好啦那個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主委 在我們 你剛才談到我們那個露營設施 容許使用的部分 非都市土地的林業用地 農牧用地 那我們這個部分呢 你剛才答覆說 這是交通部 觀光局在主管 那但是呢 我們行政院現在在協調嘛 包括你們農委會 還有觀光局 我們這個土地使用的 管制的容許使用的這個範圍呢 目前你們討論的結果是怎麼樣 有沒有結果 各位報告好 休閒農場是我們主管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容許的方式 讓休閒農場 對你們現在討論 討論的結果 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我說你們現在都在 行政院找各部會協商嘛 有人跟您報告 目前在休閒農場的部分 是5%的範圍內 1000平方公尺 那我們已經要修改成 10% 2000平方公尺這樣的範圍 來設這個露營區 所以你們這個容許 這個部分可以做這樣的容許 是吧 那土地呢 地墓 這部分呢 不是啊 休閒農場裡面的 這個就是用 如果農地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容許的調整 那這個部分你們已經是定案了嗎 在行政院是定案了嗎 目前在修正辦法中 在修正辦法中 對對對 這是我們農委會自己的行政辦法 相關的辦法 其實最重要齁 最重要還是你們農委會啦 這個容許使用的範圍 這個是最重要 觀光局它只是一個主管單位 我剛講是指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啊 我不是指所有的這個農地上面喔 那個是有很大的不一樣的誤解 休閒農場360家裡面 那這個露營區咧 原住民在露營設施咧 有沒有在這裡面 原住民 我沒辦法管到原住民的露營區啊 原住民露營區還是你們農委會啊 獨地容許使用啊 獨地容許使用 那如果是休閒農場就沒問題啊 好 那你把這個資料拿給我好嗎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齁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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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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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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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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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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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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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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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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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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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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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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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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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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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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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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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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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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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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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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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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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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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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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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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打起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 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 文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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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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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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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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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